大家好,这里是小小小囊 然后经过这些神祖树里 我在服装面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了一下 咋想问你 无非就是两条路嘛 意思是人家讲足,然后咱继续做 当然都是前点 没事,就是两条路不做 人家讲足的话,一个月喝到一碗期 怨期,来来来,让我算一下成本 怨期,怨期,现在主要是妈当年那儿 都说一个,绿佑就是绿佑了点 我感觉他受益心一样,最近绿佑人不会太多 一碗期证明啥 下一年都不会说有几个绿佑的人 对啊,你最起码他要换过来的话 再换到年级差不多吧 八点开到那儿的怨银 就是因为他是绿佑人比较多 让人力量比较大 现在人力量在煎一多半 一碗期脚子啊,称一 十二,不知十二吧,十五 对,你要点费了 十五,先这就算 哎,一个月,不对 一个月再加了一千块钱点费 不是一年 那还是一碗八万 任工呢 任工等会再往上加呗 一碗八,称一,是啊 是一碗六啊 一碗六啊 那我讲多少个你 嗯,跟等会儿查个两碗块钱 你想啊就是 等到这个疫情大概就是 就是得得半年晚上 半年这一碗七你想 一碗七成六 你多少年 你算了 一碗八成六都是十一碗了快 这半年十一碗我那周 然后还有在那中任工了 我觉得畅通不入端通 是,对 那两个人任工下来六个月 也得六万块钱 得十七万 是吧 嗯 十七万半年 咱能整回来多少 弄来多少呀 所以如果考虑这个还是不太合适 我让第二个就是前点 我觉得前点是 现在感觉最合适的 前到一个就是放足稍微低一点 当然面积大一点的 面积大一点的 面积大一点的 铺活量不都高一点吗 稍微 让放足低一点 咱成本不都降下去了吗 嗯 是吧 算了 创意有感觉 都得及时制作 你的当机理论 我觉得讲进度也算 确实不合适 是吧 让我一想 我就想了 我得赶紧找一个放足比较低一点 因为 对 因为我砍了就咱这一片呢 放足 喝到七八成 反正我这两天想法就是 确定了 要签点 这两天我都打算去招放了 愉快也好吗 是不是 愉快再愉快而复工 让也减少一些损失 可以 其实这次已经对你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称点 也优势点 优势点 也思考这事 要不洗礼糊涂感也不懂 对 嗯 不过当时确实没有这个经验 你也不会想那么多 哈哈 还好你去年也不算配件 今天 又洗去了景点 让我就是想 干净就是 八蛋由始发挥出来吗 嗯 景点很可贵的 我现在显得用 三四个地儿了 咱举题还是再去看一下 控制成本很重要 我发现 对对对 一定要这个成本 你想你去年整个钱都可以放动 虽然不配钱 但是你就得不赚多少钱 是是 我意思今天就是我要找一个地方就是 一是放足 二是认工 那 你咋给人家做断了 不是啊 我给你钱点 钱呢 就是钱一个放足比较低一点来控制一下成本吗 我觉得被人反正说的对 因为他现在 放足讲到一晚七他也他也配啊 只要这半年的话都没有太大人流量 半年的话你这光 成本的多少 十七万 能买回来吃七万吗 太可怕了 济世之孙 现在签店合适我觉得 如果考虑地方面 这次你不要记着足要多考虑多少 我不是说召集足就是对比吗 各方向对比 你肯定要去观察 是的 是吧 反正你昨晚一年 你得有经验也还好了 嗯 比去年肯定强 去年是真是 两年一模 你去年做的也还幸 其实 两年一模 第一次创业不配钱都算可以了 我觉得 是 经验很重要 对 正常听着今天 奥利给 奥利给 加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昨天我也看评人说 那个 昨天咱俩俩说话 本人也说 嗯 萧燕和黑柱还是依旧 在学 被演成书 对 我感觉老兵了 对